我們為了要證明我們是一個非常國際性的一個節目 所以我們現在用台語 這裡本人的車齁 我告訴你 有什麼這個香味 大家好 我是老蕭 各位 又是旅行車款 每次看到旅行車款呢 老蕭都有一種想要出去玩的FU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日規外匯S211 E320 Benz的E系列呢 本來就是鎖定主管的中型房車 所以呢 它不管在哪個世代 它都會把一些很好的配備 放在E系列上面 在它的造型上面 也會做得比較沉穩一點 那麼E系列從以前到現在 它大部分都是方燈造型嘛 那到了比較現代 它還是維持方燈造型 但是它會做得稍微流線型一點 那麼在W210這個世代 它就開始出現了我們講的四元燈 在當年出來的時候呢 老蕭印象非常的深刻喔 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感覺就是優雅 那麼到了它的下一個世代 211的時候呢 它還是保持著四元燈 只不過呢 它是做得稍微有點橢圓 然後在車頭的部分 也做得比較傾斜一點 讓它看起來更流線型一點 那有很多的朋友會問啊 說老蕭為什麼講旅行車的時候 都說S210或S211 S212 我不是講W211 W212 我不是用W 為什麼 其實在賓士車型的代號裡面喔 W就是指四門的部分 然後S就是指旅行車的部分 A呢就是指敞篷車的部分 那麼C就是雙門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前面的代號 你大概就會知道它是什麼樣的車款 你可以去想像大概在十幾年前喔 台灣它還不流行旅行車款 你到了現在 你想要找到很經典的四眼頭燈 又要旅行車款 基本上很難找 你只能從國外 比如說像德國或者日本來找 如果你現在去德國去看S211的車款 基本上它的車台 差不多都已經爛光了 你只能從日本 才能夠找到像它這種車況好 然後板件 各方面都還很漂亮的車子 這輛S211 E320呢 它是AMG Line的 你看比較近代的車喔 你會發覺AMG Line 它是做的都比較霸氣一點有沒有 可是以前的AMG Line 如果你沒有去了解它的話 你會看不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的錢包桿這邊有沒有 它是做的比較圓弧一點 然後再來它的旅圈 它是AMG的 那麼像這輛日歸外匯呢 我們也來看一下它的配備喔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車燈的部分 HID的魚眼頭燈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前保桿 有非常多顆的雷達有沒有 代表這輛車的前車主 它也有選了全車的雷達 老蕭呢 每次看一些比較有年紀的中古車 都喜歡看一些小細節 比如說像它這些膠條 還有它這個窗框的這個部分 老蕭都特別喜歡去看 為什麼 第一個呢 你看到它膠條的部分喔 因為它是有一定車齡的嘛 如果你發覺它已經老化的現象 那代表這台車常常在曬太陽 那麼反觀呢 像老蕭現在在看這輛車喔 它的膠條是非常完整的 很漂亮 它是有使用的痕跡 但是它沒有裂化 再來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車窗的這些飾條有沒有 你會發覺它沒有水痕耶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輛車 它極有可能是車庫車 然後呢 我們來看到AMG的版本喔 你可以發覺 它的厚保桿的下方有沒有 它有一塊黑色的飾板 這是比較明顯的地方喔 然後再來它的尾桶的部分 也是AMG來的 各位 旅行風 光是打開這個車門坐在這邊 就已經有非常休閒悠閒的感覺了 然後你看E系列 它後面到底有多大 現在老蕭坐到這個位置對不對 我要伸手伸直 而且身體要往裡面停 才能夠摸到它的後座的椅背 你這樣知道這裡面有多深了吧 基本上呢 老蕭覺得 大概放個兩隻黃金獵犬 或者是拉不拉多 應該也沒有問題 所以當我們坐進來之後呢 就是開始來感受 一輛中古車 它的前車主到底愛不愛它 你可以來看喔 這輛車它的裡面內裝保持的狀況 第一個它的椅子有沒有 各方面皮件都保持得相當完整 而且喔 它的椅子也沒有塌陷 喔這第一點 第二個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飾板的漆面 都非常的亮 而且沒刮痕 這是很誇張的事 包含什麼 包含它的方向盤 這個木紋 也是非常亮 而且也沒有刮痕 也沒有裂開 然後包含它的皮件 各方面的保持都相當的好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前車主有多龜毛 那麼這輛車的配備喔 雖然它是04年的車 但是老蕭個人覺得喔 它的配備也非常的棒 你看喔 它雙邊 它的雙邊都是有記憶的電動椅 而且有電折的後視鏡 然後呢電動的方向盤 自動的頭燈 再來呢 它的冷氣喔 剛才老蕭看了一下 它是前後總共是四區 就是四個位置都能夠控制它的 冷氣的溫度 這是很少見的喔 然後它實際里程也只跑了八萬五千多公里 那麼更棒的是喔 它會記憶你的這個座位 當我電門插上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動 喔它就自動調整到我們駕駛的位置 其實我們現在坐在裡面喔 你很難想像 它是一台2004年05年式的 賓士的老車 那麼 它的這個整體的一個車況 我們常常講中午車嘛 你一定要看它的車況 其實它的車況非常好喔 包含它的底盤呢 是沒有什麼異音的 S211喔 我自己的感受啦 它這個就是賓士 他們以前的這種調性 第一個讓你非常的舒適 喔 然後包含它的避震器呢 就是讓你坐起來 哇 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隔音非常的好 今天我們剛好跟我們的小編一起 有沒有看 我們今天有兩位小編喔 一起出來 後面有一位 我旁邊也有一位喔 嗨 它是這個高材森 學霸 而且才剛從國外回來 那所以說 今天我們要來點特別的 老鄉用中文講 它馬上用英文翻譯 賓士是一台很棒的車子 Mersi V Benz 是一個很棒的車子 喔 可是這句可能太簡單喔 它現在乘坐起來的感覺 是非常的穩定的 欸 乘坐起來的感覺 欸 不能講 妳完全講英文 謝謝 所以妳感覺如何坐在這車子 是很穩定的 妳感覺很穩定的 妳感覺很舒服 妳感覺很舒服 老鄉也聽不太懂 可是英文太強了 但是它是高雄人喔 是高雄人嗎 高雄人 台語也不錯吧 可以試試看 哈哈哈哈 我們為了要證明 我們是一個非常國際性的一個節目 所以我們現在用台語 老鄉用國語 我們小兵用台語回答 我講妳把它翻台語了 好 第一個呢 我覺得喔 在車內它就是 日本人 它的車很奇怪 來都有一種香香的味道 好像花香 這是日本人的車 我告訴妳 有什麼香味 在車裡面 香味 香味嗎 對對對 好像花香一樣 好像 好像花的 黑黑香 好 那 好像花的香味對不對 好 用英文講 呃 It feels like the aroma 哇 妳英文比較好 妳不是高雄人嗎 好 那麼 我的感覺喔 比如說它的 這一代的S21 它就是有一種 它包含車外 車內 它都是一種圓弧的一個弧線造型 看起來非常的優雅 台語 哈哈 好難 哈哈 這車都 嗯 這 喔 不會長 就是一種優雅的感覺 那我們後座這個小兵也很有意思喔 它戴一個那個 自己跑去買的一個帽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欸 那個頭給大家看一下 老蕭這邊的小兵都會有意思 老蕭一直非常喜歡S211這個車型喔 為什麼呢 因為光是你坐在車內 你會發覺它的設計就是非常的優雅 它都是圓弧的造型喔 你可以看到它從車門邊 一直到儀表板的部分喔 這邊完全是一個圓弧 然後在這邊它又是一個圓弧 有沒有 看起來就非常的優雅 很好看 而且喔 它的每一個設計都是非常的精緻 你可以來看喔 光是它的置杯架 好可愛 這輛日規車的前車主它也有選配了天窗 然後全車有8顆的安全氣囊 所以安全性也非常的足夠 我們現在坐在後座呢 它後座空間是非常舒適的 第一個它的椅背 有沒有夠傾斜 你不會坐起來直挺挺的 它是有一個角度在 所以坐起來很舒服 再來呢 它的空間包含頂部 包含西部的空間都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找車呢 都會先看最新的車款嘛 然後它希望流線型一點 然後它的配備 可能電子化更多一些 但是在老蕭的眼裡呢 像這款車它就非常的優雅有格調 然後非常的穩重有型 它是非常適合家庭 或者是呢 想要與眾不同的 這個新男所擁有的 如果它是你心中理想的車款的話 趕快來找老蕭吧 那你的間面還會看到你 要不要生贏了 那你又不是在動作自身上 好,那你還是會有什麼 要不要生贏了 好,那你不要生贏了